这是积木新闻报道,有网友订花祭典,就是外地的人据说也有了 因此他们认为啊,这个多少有了一点像那种,就是公民行为,视频呢我就不给放了,因为这个里面有配音,我特别讨厌那个配音 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弄掉 情欲情吃 7月24日上午10时,七七哈尔市的这个塔罗事故 最后一名学生找到了,没有生命提证了 整个报道里面呢,好像没有提到这些个,这个这个馆场的工作人员,应该没有吧 有市民自发前往门口献花,就是表示哀悼 该校附近的一名花店老板呢,还可以说接到了很多的订单 让他们给送到34中学,这些个订单呢,有本地的,有有外地的 许多购花者在订单上留言 姑娘们一路走好,天堂安息 愿你们变成天使飞到更远的地方 愿天堂没有痛苦都是 欢乐 网友评论 反正领导的孩子不在体育馆里面 领导的孩子都在国外享福呢 怎么可能留在七七哈尔打球 领导的孩子都是一群废物,哪能进排球队 这群姑娘刚刚拿了省亚军 原本真的可能站在国际赛场的 普通善良的老百姓们 相关负责人领导全部家破人亡 是段子绝顺,不得好死 整这些都没用,能润刷紧润吧 明天就会通知禁止去调研 这有人讲了 有的视频已经不能可以给点赞了 中国的不能提这句话 这个评论 后来评论就不能说了 说说这个视频就说没了 要说起来,说领导的孩子都不能在这里打排球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点真话,朋友们 是吧 就是作为底层人 你能到那里去打排球 还是个幸运的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它会慢慢的会蔓延上上 底层的事儿你都听不到 也看不到 其实更麻木 它慢慢的就所谓的像精英阶层 中层开始过渡 它最终它没有一个受益者 就是这个玩意 但是他们还批死批活弄这个东西 坚持这个东西 固守这个东西 这是人类最愚蠢最滑稽可笑的一群人